台北 第二節妹會 第二節妹會 歡迎收看台北 第二節妹會 我手上呢有一個板子 就是2020的 醫療保健指數排行榜 全球排行榜 第一名是 台灣 阿諾 阿諾最近那個 剛生完 你真的發現台灣健保真的很好嗎 很好啊 我覺得是因為 在台灣生產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 健保補助嘛 然後甚至有些檢查 都是有補助的 所以就會我覺得 相較之下像是美國啊 什麼的就會花費比較少一點 少很多 我以前 我這個時任要開刀啊 我在台灣 健保加一加什麼的 還加自費 好像三萬多塊而已 但是我問我 我美國的朋友 他說在美國 然後雖然其實大家都說 台灣的醫療很好 但是我覺得不管什麼東西 再好一定都有進步的空間 沒錯 所以想要請問大家一下 就是如果滿分是10分的話 你們給台灣的醫療體制 還有制度 給幾分呢 來 馬摳的 我還是要加5分好了 就8.5分 好高耶 那0.5是剛剛前一秒才加 對 因為我 對 因為我剛剛看到是第一名的時候 我覺得 我的當初是 但是我 還是就是再想一想就 還是就8.5分好了 為什麼 那 就是就 世界的就有認 就是世界的承認 對... 那但是呢 這差1.5分的部分 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些 醫生抗症就是 海水變 對... 有嗎 對 就是這個意思是 就是抗症的效率非常的好 但是呢 有時候就是去看 然後我講症狀 然後就是一些 看我的什麼體溫啊 然後就是聽... 好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這個病是什麼 比如說腸胃病或者是哪裡不好 對... 這一些我想聽到這個病的名字的話 自己還可以自己猜一下 然後就是有一些別的東西 就別的風險可能 我覺得這位日本朋友 如果希望追求那種 貼心的問診跟服務的話 應該去按摩店 沒有 躺在那邊兩個小時 好啊 你胃不好喔 你身體會 按摩沒有健保 聊起來 聊開 整整個要滿兩個小時 你的胃心堵住了 全身有什麼毛病 全部都療出來了 所以我買到慶生了 所以我每次都自己問 那醫生我的病的名字是什麼 對 這樣子他才會回答 他跟你講捏 對 如果我不講的話 永遠是只是就拿到藥就回答 小豬講到一個重點 對 小豬說什麼 醫生跟你說你也聽不懂吧 沒有啦 孩子就聽得懂了 就是說我覺得醫生跟你說是什麼 病應該也不重要 就因為西班牙也是跟法國一樣 就他肯定會跟你說 你得了是什麼東西 但很多人回家後 就是會查網路嘛 然後就自己... 會想太多 會想太多 所以就是有好有壞啦 就看每個人個性 但馬國多是覺得 要講仔細一點 可不可以比較適合 一點點 對 要以後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會怕喔 小蕙 你給台灣醫療幾分 我給台灣 9分 對 我覺得 但是還是差1分喔 1分跑哪去 1分跑哪去 我覺得台灣1分要扣在哪裡 我覺得是這個 醫院服務不周到 是沒有幫你拿紅地毯出來 也沒有 是要幫你放鞭炮嗎 其實我覺得 我要扣1分還是要先說這個 因為在去年我帶團 因為我的客人就是 在半夜就休課 休課的時候我就叫計程車 我想說帶去最近的醫院 那邊的護士就說 我們不收 為什麼 他說我們這麼晚了 沒有門診的醫生 看得很嚴重 你們就去 只有急診 你們就去比較大的醫院 最後就安排 我們就跑到另外一個醫院 比較大的醫院 可是到那邊的時候 因為他是外國人 掛號好啊什麼什麼那些 用好的時候 我客人就坐在那邊 就很難過 又要等到二十幾分 那最後就 護士就來說要去抽血 那抽血的時候 就帶去抽血 就是我要帶 就推他去抽血 什麼都是我在幫他處理 抽血好了就坐著等 那客人就覺得 我好難過 因為都沒有 就是坐在輪椅 我的客人就哭哭得很嚴重 說我會不會死 就這樣子就死在台灣了 他就一直在那邊哭 就一直的安慰他... 就是他很難過的時候 他就...醫生就... 護士就說就等一下 要進去聽檢驗報告 那個醫生就說 喔 還好 你們來得剛剛好 不然的話 你真的是會就... 很危險 就拜拜了 就會想 我心裡就圈圈叉叉 他得的是糖... 糖尿病 五百 快五百 就說 我就說 仙女真的是 我已經來了這麼久了 你還說我來得剛剛好 就是如果來慢一點 就拜拜了 那我就等了這麼久 就花那麼久的時間 又等又什麼什麼事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可以再... 再加強一點 對 我想... 我想講這個 因為其實我覺得是不錯 我對不起 我跟妳不同 因為每次... 我常常給我女兒要去 那個計證的時候 我一個人 一個人帶小孩 然後我不能去結帳什麼... 如果要出醫院 然後每次有一個人來 然後幫我拿錢 你先幫我卡 然後就去... 沒有 那是義工 對 有義工 然後我覺得因為... 你的性子是白天 志願者 對 那應該是白天 我們是晚上 可是我覺得那個服務 因為發佛不可能 他會不管你或小 因為那時候女兒很小 然後我一個人 他也... 就是也... 發佛也為什麼沒關係 你自己去... 你不可能的 是他幫我拿肩膀啊什麼 然後全部我就... 妳如果帶小孩的話會這樣 白天可能人手比較多 多的時候有可能 可能就會有幫忙 但是因為晚上 因為急診 每個人都會覺得 我是最嚴重的 所以他們... 就是還是按照那個順序 我們會吵架 對 吵架 這個我們會繼續努力 好不好 繼續加油 九分 但是我扣一分的原因是 這個 不收信用卡 對啊 因為在韓國 我們都是... 刷卡的文化太進步了 所以我們不太會帶現金去 可是台灣的診所什麼的 都一定要付現金 醫院也是 對 醫院... 醫院不是啊 醫院可以刷卡 小的診所 大醫院都可以刷卡 對 還有像 雅醫 你看雅醫也不收信用卡 我覺得很重要 對啊 然後呢 我前幾個禮拜 就是一個牙齒要弄 他們說 最便宜的就是 兩萬八 或是要 帶現金 就是... 做牙套 對 牙套 最便宜的兩萬八 或是你要付現金 我覺得 負擔好大 對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之前就是一直 沒有辦法生小孩 所以他就看了 一個婦產科 但那婦產科 也是只能付現 然後每次他都要帶好幾萬去 對啊 就是那個會覺得 就是沒那麼方便 真的 我們好像可以有一本 要刷卡 好像不錯 對 好... OK 給... 9.5分 差一點 但我覺得美國人 給我們9.5分 我覺得還好 還好 我剛剛也太低了 我剛剛也太低了 吳忠祐 請讓我不要當美國人 我應該說 我也是對台灣的醫療 非常地滿意 而且覺得最棒是有健保 對 這個制度是沒話講 我扣掉 0.5分 就是有這個原因 等待漫長 看診隨便 OK 又是什麼 跟第一個很像 我應該是說 其實我家附近 是有一個 我孩子從小 一直看的一個醫生 我非常喜歡他 他真的很好 可是問題是 每一個人都認為 他是最好的 所以只要早上 他八點半開門 排隊長 我運氣好的話 我抽到二十 二十五 好 所以不管怎麼樣要看 他一定是要等 將近兩個小時 他是看耳鼻喉科嗎 還是看什麼 沒有 他就是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 對... 然後因為我跟他的經驗 他認識我孩子 他沒有什麼病 他就開藥 我也不認識什麼病 就... 他還在看醫院 他還在看醫院 最好他都OK了 對 可是就是等那麼久 可是現在我們台灣 看著有那個APP 他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看到幾號 對... 就不用... 你就不用從 一號等到六十幾號 你可以就是吃飯 半個事情 到四十幾號 五十幾號再過去等就好 現在有沒有APP可以看 沒錯... 好 給台灣的健保救電話 謝謝 就我覺得醫生跟西班牙比的話 就態度滿好的 然後我覺得這尤其是診所 可能是因為是私人診所 所以他醫生還是需要保持一個 比較好的態度 對待病人 唯一的缺點是我覺得 很多的小診所很... 就長得很醜陋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 因為在西班牙 他們的建築都很漂亮 就是為什麼 那是古外古色的建築 對 而且比方說像我就夏天 就因為脾氣比較煩躁一點 我就很容易上火 只有夏天嗎 對 就夏天 你們怎麼又裡面吵架 這樣又不是夏天 不是 這個醜陋 這個是... 外觀醜陋 就裡面 因為我長得是... 尤其是那些中醫診所 因為我喜歡看中醫嘛 就常常去看 因為很容易上火 所以我覺得中醫的這些診所 裡面都長得很像鬼屋 這一點 就第一次到台灣看醫生 有一天被嚇到 對 因為台灣人追求 就是要長得舊舊的 我們會覺得比較有效 因為我們所有 比較有名的診所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老舊的 對 就覺得那一定是老醫生 中醫可能常常 整個牆壁只有幾張證照 然後一張椅子就在那邊 一張床就在那邊 就推身體 對 你進去以後就居然趴下 對 第一次會有一天被嚇到 但我覺得台灣的確有很多診所 滿舊的 就是會有一點舊舊 然後燈暗暗 你會有一點擔心 這個我們也可以改 好不好 我給這個 9年9年 好會給人家 我覺得真的台灣的肩膀 真的很厲害 像你去看醫生 就不需要花很多錢 就是一點點的150 然後200塊的那個 然後藥也不歸 還可以領口罩 對 然後你想如果你忘了 你的肩膀卡也是一個... 你知道你就可以說 你先放我會去拿錢 然後什麼什麼 但是我還是扣 0.1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 病人沒有隱私 我覺得這個也會有... 這個是... 這個是阿福教你講的對不對 我記得阿福有講過這樣子的事情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我自己也有遇到 就真的不行 像我們去不管是醫院 還是小的 承受 承受 他上次是要用那個 健保卡 可以那個說你倒了對不對 然後簽到 然後會看大家的名字 因為前面可能會有一個字不見 但是我覺得還是差不多 你看 出什麼 那應該你可以猜得到是誰 對不對 像我老公也是出什麼 應該鄰居也大概也會知道 他有來 之類的 我覺得就沒有很... 因為你不可能去醫院 你去你住在山 你不可能去送山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在你附近 所以一定會有人認識你 一定有人 然後你想去看那個屁股的 妳知道嗎 今天不是我的故事 是妳老公的故事 我會看到你 我會看到你 你也有去什麼什麼 我覺得很...就... 或者是拿藥的時候 都會叫很大聲 對 就是誰誰誰 阿諾 我跟妳講喔 妳這個... 要擦屁股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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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重要是天天要洗澡 妳要洗乾淨喔 妳要緊乾淨喔 像我給一百元 我男生只有十分耶 我覺得他太少了 十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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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覺得太少了 因為像我記得 我懷我女的時候 我想說看中醫 把一下賣好了 她就覺得四個月喔 她就說 妳懷的是女生 我想說中醫就... 把賣就知道我懷的是女生 然後我媽說不可能 她做夢摘芒果 是難的 我懷得肯定是難的 如果做夢到去摘芒果 對 她摘水果 她說摘水果妳肯定是懷的是難的 我說中醫那把賣 就是不會準啦 我媽就說 所以她做夢比把賣準 對 但是後來 我不是會超音波嗎 然後每個月醫生說 應該是難的 然後我媽就說妳看吧 我說了是難的 然後七個月後 我又再去把賣 她就說 我懷的是女的 我說又是女的 我說連超音波 她說應該是男的 還是妳小孩在肚子裡面 一直變來變去 沒有 那時候也是期待啊 什麼的 對超音波 還是她在裡面是這樣 真的假的 不給妳看 然後後來七個月 我就做羊毛穿刺 然後我想說天啊 那到底是男男女的 女的 聽到現在已經搞不清楚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中醫把賣也這麼厲害 好強喔 我覺得台灣醫生真的很強 對 所以說我給100分是不過的 謝謝 那因為大家好像 對於台灣的這個醫療 好像都滿推薦的 對 但是還想問一下 大家有沒有在看診 或者是在那個 遇到醫生 遇到什麼比較特別的經驗呢 剛剛因為阿娜的老公講到 然後我前一陣子我去開醫生 就是看痣瘡 對 你可以學 有些人講話都說是他朋友的 朋友的 朋友的 對 是個是我 是我 沒有 因為是我 對 然後我本人就去了 然後呢 就是在進去那個嘛 進去看診室裡面 然後就是脫在褲子裡 然後就是脫在褲子裡 然後就給他們 脫在褲子裡 對 脫褲子 然後給醫生看嘛 然後呢 醫生說就是 好 那我先幫你看一下 然後呢 看一下 然後就沒有講清楚的 突然是把那個機器拿出來 然後突然是把我的那個肛門 就... 然後才進去說 他是不是 我要那個治療 完全沒有講 就... 我要插進去囉 他們沒有先這樣講一下 沒有 沒有講 然後就是拿進去 然後就可能是一點點痛 然後就... 然後就插進去 差不多15秒 就馬上結束了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還沒叫你憋氣 馬上結束了 好像你是滿意是不是 沒有... 太快了 沒關係 反正... 反正就是看 然後就結束之後呢 就是我出來在外面等一等就好 所以他幫你醫好了對不對 然後這個護士 重點是 護士後來出來之後 給我看 對 然後... 然後上面寫這個手術有可能是 什麼風險 你可以承擔這個... 那個... 治療所帶來的風險嗎 那順序好像錯了 對 然後我這個... 我已經是... 你把機器插我的肛門 我還要選什麼 對啊 你都弄完了 我還有你選擇嗎 我還要選什麼 不用啦 那你上面可以... 我只能寫... 是 我只能打勾... 是而已 你... 你可以自己看我啊 已用過 沒有啦 他可能怕你... 手術同意書先給你寫 你會怕 對啊 他還沒進去之前 他如果說要進去了 你也會怕 沒有... 當那種手術 真的可以死掉人 屁股方面的問題 因為我爸爸去年做過這個... 這個手術 然後他混過去了 你不是本人嗎 因為他很害怕 就在西班牙 然後他很害怕 然後就醫生... 像他那個打馬 然後就他...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他性... 性傷病就發出 然後就有一點... 快一點死掉 嚇到就對了 所以如果像我爸 真的死掉了 那你... 你這個要怎麼欠 真的啊 那真的有危險 那個真的有危險 而且之前我去 照胃鏡的時候 胃鏡外面有一個... 那個... 標 對不對 他有一個就是素衣事項 然後就說其中一項 如果你在做檢查的時候 不舒服 你可以舉起你的右手 然後醫生就會... 然後那時候我就... 因為我沒有... 我是第一次清醒的做胃鏡嘛 所以進去的時候 你會一直這樣... 這樣子啊 然後我當時很不舒服 我就舉右手啊 我想說不行... 我要死掉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快被噎死了 不舒服嘛 然後我就聽到旁邊護士說 真的假的 然後他就說 你有朋友朋友去嗎 他說你是他朋友對不對 壓著他的腳 然後我就被壓著腳 然後壓著手 然後醫生就說 忍著忍著 因為... 趕快我就幫你照完 所以他就一直... 然後我就一直是... 這好可怕喔 他就一直呈現這樣 這樣子 因為你沒有做無痛 對 為什麼要省這個錢 我想知道 對啊 我那時候... 就是因為你沒有做無痛 他比較窮嘛 他沒有... 他做無痛到八千塊耶 然後結果重點是 他幫我結束的時候 我就說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做 我都舉手了 他說因為如果 我們幫你把它... 就是結束診斷 就結束檢查的話 你一定不會再 那... 所以也是... 他是說 要趕快把我做完 醫者人心啊 他都考虑到 你又不行 不行啊 不行啊 所以你知道嗎 我那個做完之後 我其實就是心理創傷很大 我大概五年不作未進耶 我都胃痛到一個不行 因為我覺得醫生 那應該是我舉手的時候 他可以問我說 那你要不罰錢嗎 我就說我要... 我還有一個機會啊 那不會...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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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卡帶就有現金 還不知道怎麼要出來 我是不是要想掙扎 是些人 還在為什麼刷卡 現金都有帶在身上耶 不是 你要聽到我的故事 你要聽到我的故事 你們就會覺得說 這是更扯 台灣醫生講中文 美國病人竟然怒了 前幾個月有... 一直撈曬 連續兩天 他說 腸病毒 我說 沒有 這個叫做 腸道的病毒 我帶我兒子去看那個眼睛 他說真言 我只有真言說小話 我沒有聽過真言 要不然是什麼 什麼真言呢 那個叫Style 我們是講英文的 我們是講中文的 我覺得妳們要先去看腦袋 沒有 我那個時候我就去做檢查 她就說我 然後那個結石已經超過了一公分 她跟我說妳就要開刀 我說開刀 那什麼時候開刀 她就說妳明天就來開刀 我說這麼快嗎 我明天就可以開刀嗎 她就說對 結果她就跟我 因為我才去找一個主任 某聯合醫院 很有名的主任 她就給我開刀 她跟我們家人 那時候我們家人都在台灣 然後她跟我講說 兩個小時她就出來 結果五小時 我就都沒有出來 我們家人就很緊張 所以不是就在後面開兩個洞嗎 哪一個聖結石 怎麼五個小時的人都沒出來 結果出來說 沒有成功 我說 我的聖結石長得很靠近 腸子邊 結果它打開來之後 它覺得很危險 如果過去的話 可能腸子破了我就死了 所以她就沒有成功 就讓我去住一個月 就是我就去住院 然後呢 更扯的是 第二天開始妳知道我去做什麼 去做CT scan 她去定位 我想 妳應該是在我開刀之前 妳就去做定位吧 對啊 所以妳中了再開一次 對啊 她就說我定位一下 看可不可以再開 妳講得對 結果後來她做完定位之後 說不行 再去照一次MRI 我想這不是前面應該做的事情 妳都沒有做 結果她做完之後 對不起王小姐 妳那個叫做 氣勢結石 是罕見疾病 罕見疾病 她說那個東西 就是那個 自己的肉 把聖結石包起來了 叫做氣勢結石 那她就說撞擊嘛 就撞的方式 看有沒有撞開 我說我一開始就問妳說 我可不可以撞 妳說大於一公分 撞沒有希望 妳現在又要我去撞撞看那個 撞擊 好扯喔 對啊 然後我就去 被還打顯影針 半昏迷在那邊撞了 我半天我頭昏腦 撞完之後她就跟我說 妳只減少了0.2 妳下個禮拜再來撞 我想我才不撞了呢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是這樣子 因為妳說我是罕見疾病 那妳可不可以給我開單子 就是給我一個證明 讓我知道我這個病 結果我就可以跟她拿的時候 她被公司派說 為什麼 因為我這件事情啊 我這件事情 她怕我告她 她就跟我講說 希望妳這件事情就這樣平息 她不知道我私下講說 希望妳這件事情就這樣平息 因為我已經被調到紐約去學習 我在小時候怎麼可能 所以滿分如果是10分的話 妳會給... 0分 真的 每一個人遇到狀況不一樣 不是意外 不是意外 明星個案 所以我的困難就是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 講東西很短 對 所以變成縮短 對 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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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變成聽不懂 那就前幾個月 有落塞 一直落塞連續兩天 我覺得太多 已經裡面沒有東西 還要拉肚子 我去看醫生 然後就是這個好醫生 他一直叫我 妳躺下來 所以事情大掉 我要躺下來 然後他就摸 要聽什麼 他說 腸病毒 對 他說這就是我的狀況 可是我聽的是這個 腸 腸筋腸 對... 所以我說 沒有 這是 對 所以他聽我也假裝 好像沒有聽我差不多的樣子 他又說 我的判斷這一定是腸病毒 可是我說真的 這就是我第一次得到這個 不會這樣 好了 那我給妳開這個 他就不理我 就對了 他沒想到我是這個 這個腸 妳會錯意 腸子的腸 對 是 可是這個叫做 腸道的病毒 你看 不是腸病毒 所以就是台灣人很喜歡說懂 但如果醫生跟我說 你這個是腸道病毒 我說 然後說腸病毒 對啊 我帶我兒子去看那個眼睛 他說 我沒有聽過真言 真言 什麼真言 那你們會說 那個叫Style Style 我們是講中文的 對 是怎麼樣 我們在講中文的 對啊 所以 所以我 你開的時候說 你是Style 什麼是Style 就是Style 我不會把你們英文幹 對啊 他成為高拚 我覺得 你拿先去看腦袋 對啊 怪怪的 小蕙 小蕙 我最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是 因為我大女兒那時候 就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那天我就睡午覺 可是她在社區的樓下在玩 可是我在睡 她就哭著 沒有哭她就跑上來 就是拿著手 就是她 骨折了 她的骨頭這邊翹起來 已經斷了 她就這樣子抱著來 我就當時看到 這裡斷 手肘 跑到上面這邊 這裡斷 是這裡 這邊斷 小手臂這邊斷 這樣子翹起來 這樣子翹到這樣子 對 擦到這樣子 她就這樣子抱著來 就說 媽 媽 妳看 我就說 當時看到我嚇到 我就哭了 開始我就不緊張 就不知道要怎麼做 就想到天下 就趕快去開車 就帶她去醫院 帶她去醫院的時候 就到那邊的時候 就 護士就說 要掛號什麼... 可是我女兒就站在那邊 可是我就 因為很慢 她們就是很慢嘛 可是她就說 要照著訊息說 媽媽 可是當下做媽媽的 那種心情 我想做媽媽的應該知道 因為哭到我已經是緊張 最後時間太久了 我就開始 大概多久 過了大概二十幾分 那滿久了 就是 我就開始罵護士 我說你們幹嘛這麼慢 怎麼我女兒都開始知道 就開始就破口大罵 就旁邊的護士那些 可是我女兒看到我很緊張 我開始罵的時候 我就哭 她很緊張 她就把 直接把骨頭這樣子按下來 真的假 我覺得太... 妳女兒是女漢子 所以我當時我就傻眼 可是醫生剛好過來 醫生就看到我 他說 他就咬頭 他說 你們做媽媽的人就不對 在這時候 媽媽應該是要冷靜 要冷靜處於事情 你看 原本妳女兒的手沒事 現在有事了 因為 骨頭碎了 醫生就唸了我 我就當時我就擠了 不知道在幹嘛 那是事情過後 就開始就全部都用好的時候 我女兒就跟我講一件事 她就說 媽 我從今天開始 我跟妳講 我好可憐那些護士阿姨 護士姐姐 她就跟我說 我說為什麼 她說 妳為什麼要罵他們 她說 我 我喜歡被罵 所以 他們的感覺 沒有都彈出來了 她就覺得 這是一段很好的 醫病關係的修復 她就覺得 她護士太辛苦了 她說護士就很辛苦 因為她看她當時在的時候 因為我在跑那些 她就看了護士就很辛苦 又被我罵 她就那個心情就說 我立下的時候 我以後要當護士 她現在是念護 護理 護理師 她真的有朝著那個目標邁進 她就朝著那個目標 當時我就覺得 我現在講了我都 我就覺得 這件事就讓我就到現在的還在 真的耶 大家真的要愛護護士啦 因為我們跟醫生相處的時間短 但是我們跟護士相處的時間很長 把他們當作白衣天使 我現在看到白衣天使都是下跪 她這一點多 好 妳跟白衣天使是不是 好 好 因為剛剛是講到台灣的醫療 但如果是說你們國家的 醫療制度呢 如果滿分是十分 妳會給幾分呢 四四 我給兩分 對啊 妳剛剛是一百分妳加兩分 她是給我們自己的 然後緬甸的 我覺得我們 緬甸醫生很愛開刀 看到病人就好像是 看到牛排一樣 開刀開刀 很想切 對 很想切 很想開刀 就像我表哥年前 她皮膚黃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她的肝 連鐵有問題需要開刀 然後那時候我表哥就想說 要不要再去國外檢查看看 但是我表哥是我三姑媽的獨子 我三姑媽七十幾歲了 所以說如果出國看醫生 我三姑媽一定是會陪同 那表哥那時候幾歲 四十幾 就是這個年而已 剛過的這個年而已 對 然後但是我三姑媽一定會跟 七十幾歲 我表哥就想說 媽媽跟著去太老累 就決定說留在緬甸開刀 就聽醫生的 然後是走著進去去開刀 開完後住院兩三天之後 就進那個什麼 加護病房 加護病房進去了幾天後 醫生說要開胃有問題 蛤 因為肝嗎 對 連鐵 然後後面又變成胃有問題 要開刀才會好 然後後面又開了 開了之後 就是到最後我表哥快不行了 這個醫生也沒有看到 後面 而且 開肝 肝開完又開胃 對 然後醫生就沒看到了 就是後面就是快不行 因為那時候已經沒開 躺在醫院 就不行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就是我們在家主聊 然後就說 另外一個老姑媽就問說 那有看到那個開刀醫生嗎 我三姑媽說 連面都沒有見 然後她說 現在應該是那個醫生怕了 對 她把一個人移成這樣子 然後後面我表哥就這樣過世 然後過世的時候 就在想說 這個遺體是 要不要帶回家想去辦 但是那時候我三姑媽說 遺體都沒辦法 都是刀疤這樣子 後面只能活花帶回去 這樣子 沒辦法想像 我表哥四十幾歲 就這樣走了 然後那時候我三姑媽說 如果是出國 就是跟人一起出國的話 也許還在 或者是不要在連電開這個刀 也許還活比較久 對 真是意外 對 好醫生應該還是有了 誤診 因為其實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家家裡狀況很不錯 所以爸爸就是也沒有很 年紀很大 大概五十幾歲 然後他可能去健康檢查醫 然後醫生就跟他說 你有一點點善氣 那你要開刀或什麼嗎 然後他想說 好吧 那就弄一下 就處理掉 就弄一下 然後就 因為他們家那個狀況不錯 所以找了醫生都是名醫中的名醫 很厲害的 對 然後他就是 醫生跟他說 所以出來之後 因為有開刀過 所以你就要吹那個練習呼吸 讓那個裡面的東西怎麼樣 但是現在爸爸沒有認真吹 然後呢 過幾天 他因為裡面沾黏太嚴重 後來就走了 就是因為善氣耶 所以他們全家都超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那個 人不開刀就不開刀 對 所以還是要小心 對 能不動就不要動 對 然後我今天被 這個邀請到這一個單元來了 主要是我有一個 跟大家不太一樣的經驗 因為你是亞軍收集房的人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相信在場所有人 只有我看過 所以你不是人 我也看過獸醫 哪一科 貓科 我真的就是有去 就是 有被獸醫診斷過的經驗 治療過的經驗 真的 真的 因為你是太急診了 你剛才跑去獸醫看 沒有 這個就是 就是我在中國大陸出外景的時候 因為呢 我那時候去湖南出外景 那湖南人真的 很辣 什麼東西都是辣的 那我們是從早吃到晚 早餐 中餐 晚餐 通通都是辣的 辣到這樣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痴痠 不是痴痠 真眼 真眼 那個英文怎麼講 真的 真眼 我長真眼喔 那個火氣大到一個不行 長真眼 然後非常影響工作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從湖南的 省慧 長沙移動到鄉下地方了 我就說不行 我那個 就是 快看不到了 快看不到了 我都不曉得玉琳哥怎麼熬過來的 但我是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跟那個我們的 帶領我們攝影團隊的地培說 幫我找個醫生 這邊不好找喔 你看四周什麼 都是田 沒有任何的東西 然後他後來帶我就是 他去了一個地方 然後呢他說 你去那個屋子裡面待著 我就進去 然後過了不久之後呢 有一個傢伙 傢伙 有一個傢伙 他髒兮兮的 但他看到我之後 他做了一件事情 醫生來了 醫生來了 醫生就 那個他就問我 你怎麼了 我就給他看 我說火氣大這個真眼什麼的 他說我開藥給你吃 你要吞藥還是磨成粉末 這樣 我說有差嗎 喔 有差喔 他就把一顆藥拿出來 那顆藥帶跟我手腳一樣 喔 什麼 我說什麼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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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成粉... 就在這邊亂弄... 好像拿鐵錘還什麼的 把他敲成粉末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很窮鄉屁壤 他就不是醫院也不是... 他連衛生所都不是 對 好 他就給我吃 就吃一次這樣子 吃一次 好勒 我真的消掉 然後只有一個副作用是 我有... 是紅色的 就是我低頭尿 我怎麼尿紅酒出來的那種 那在裡面有下尿 那你晚上打呼 會不會有... 沒有... 我是長真的 我又不是得... 我又不是得狂犬病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說 他給我吃的是給... 所以我的睜眼就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跟我們說 有時候沒醫生 我們也可以看手... 沒有... 的確可以... 沒得選擇中的... 沒得選擇中的... 對... 對... 如果說他在車上 要救你的命 比如說心肌梗塞 或者那種 那就會很貴 這真的是貴得離譜 你知道我有個朋友在美國 他就是沒有保險 然後他前陣子 他就在家裡頭 他半邊都已經麻痺了 他就是不叫救護車 因為他叫不起 真的怎麼辦 因為他們都知道說 我現在叫救護車 他就破產了 我現在叫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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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5分 這麼低 其實我們的治療制度真的很熟熟 所以為什麼不是零分呢 就是因為至少... 至少我們的... 我們最窮的人去看醫生 是他們有補助的費用 然後又再加2分 就是因為... 我們的就是比方說醫院是公共的 不像美國都是公共的 是有比較多的親和理 是比方說你有骨折策 或你可以有免費的資料 對 還有加一分就是因為就是 14歲以下的小孩 他們有全包免費的資料 可是為什麼不是十分呢 我們的價格真的很貴 所以在台灣 你去看醫生可能花就是250 在有限你可能 你可能花差不多1千5塊2千 台幣 對 台幣 然後比方說你要去看牙醫 或者心理醫生 或者比較專業的話 有可能花到3千塊這樣子 真的很扯 比如說看人家感冒就要1、2千塊 比方說就是一般的 就是那個喉比之類的 就是可能1千1千5 然後比較專業的就是 快到3千 是真的不合理 所以我們有一個開玩笑 就是除非你差一點死掉 否則不要去看醫生 好 那麼多 七七歲做好了 這台灣人都沒有辦法想像 就沒辦法聞 衰就好了 肚子痛 感冒什麼 都去看了 有點癢 我們就去拿藥了 那美國的呢 我七分 你那麼高 小萊沒有那麼高的 我朋友從舊金山 今天回來 他寧可我養十四天 他也要回來台灣看醫生 他有一個機會 我們讓他好 其實七分怎麼來 我為什麼說七分 其實美國的落差很大 就是我品質給他九十九 製度一分 差太多了 對 所以就是 我覺得美國的醫療是不錯的 問題是在製度 然後我主要是 在美國是 保險製度 這樣 因為大部分的人是買 私人的保險 對 然後醫療是非常的昂貴 所以就是有一個東西是說 在美國破產的人 有兩個大因素 第一個是 這可以想像 第二就是 看病 看病他要破產 對 尤其是你有什麼 慢性病的這種 很容易破產 就沒錢了 對 變成窮人 那就是 這個就是給你看 在美國 看東西 達證會 有保險是九百台幣 很便宜 對啊 但是你看 沒有 十倍 九千 對 對 而且小孩子不只打一種醫療 要打很多醫療 要打很多醫療 很小時候 每三個月都要打什麼 有的沒有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救護車 這個救護車要看你的病是什麼 如果說他在車上要救你的命 比如說心肌梗塞 或者那種 那就會很貴 所以他的落差很大 三萬六到五萬七 也對 三萬六 三萬六 就是你躺著 在救護車上去醫院 對 五萬七 這個就是比較年輕的 車上要有隨車人員幫你急救 進行急救 貴了 真的 真的是貴得離譜 那有沒有人在 不要載我 我不要載我 我走進去 我怕五萬七太貴了吧 然後這個 其實這個資料是舊的 因為是我自己提供 我生我兒子二十年前 對 那時候是六萬 六十萬 六十萬 對 可是這個數字很舊的 現在絕對是更貴的 沒有錯 你知道我有個朋友在美國 他就是沒有保險 然後他前陣子 他就在家裡頭 他半邊都已經麻痺了 他就是不叫救護車 因為他叫不起 所以他自己開車去醫院 好危險 那怎麼辦 因為他們都知道說 他現在叫救護車他就破產 我其實七半 我原本是要給八分 但是如果美國是七分 我覺得七半應該可以 高到滿分 哇 這麼難受 小豬 我好受 我覺得七分 美國也太高了吧 台韓健保大PK 真的好想贏韓國喔 韓國也有健保的制度 跟台灣幾乎差不多 可是我們韓國人是沒有健保卡 所以我們只要 報到我的身分證號碼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找健保費的方式 也是跟台灣韓國差很多 韓國的話是我們 要看所有的財產 的機能來扣建保費 我覺得西班牙只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因為大部分那些小診所的醫生 都是公務員的身分 所以他對待病人的態度跟他的 收入是沒有聯繫的 所以就他們的態度一般會很差 就比方說你在台灣去看小診所 如果是小問題 他可能不會對你說什麼 但是西班牙肯定會罵死你 為什麼 比方說我第一次到台灣的時候 是2014年嘛 然後就有兩年我都沒有回過 那我2016年的夏天我就回去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我回去了 就整個手臂的皮膚 都有一天過敏 然後我就去看小診所的醫生 然後他就現場跟我說 你這種小問題還來看醫生 你真的是一隻弱雞 就直接跟我講這句話 我就覺得 不好意思 而且我就覺得很誇張 我有兩年我都沒有看醫生 我才第一次來 你就跟我說你這次亂看醫生 我就覺得好扯 那你還有98分 過兩好問題 過兩分 但是至少有的看就不像美國 我至少我不會破產嘛 那我跟你說 所有的英語系國家裡面 就加拿大它是全民健保 可是它的全民健保是 我們只能就打三分 你大概進去也很難出得來 然後就是我一個朋友去開一個肺癌 開完之後它就每天不舒服 結果後來再去檢查之後 肝癌 對不起 肝癌 那件事情是我們全部華人都知道 你知道嗎 就覺得說天啊 太扯了 每個國家要每個國家問題 真的 所以想再問一下大家 就是你們國家醫療制度 跟台灣有什麼最大不一樣的差別地方呢 我覺得最大的韓國跟台灣的比較的話 韓國也有健保的制度 跟台灣幾乎差不多 可是我們韓國人是沒有 那你們是看什麼 真的喔 只要 報到我的身份證號碼就可以了 對 然後 這不會亂報別人的嗎 如果被亂報 然後被發現 那個法前的金額非常的高 所以不敢 而且對阿病就是都有記錄嘛 對 然後我們找健保費的方式 也是跟台灣韓國差很多 像台灣的話 你們是都要看自己的薪水 然後扣 對 所以如果你就算有10棟房子 這麼有錢人 可是你的薪水就是這麼小 的話就扣那個基本的費用 可是韓國的話是我們 要看所有的財產的金額來扣健保費 所以我覺得長期來看可能 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公平 公平比較可以健保制度 可以比較持久 對 沒錯... 其實我剛剛講是前面講那個 痴瘡的事情有一點類似 就是... 就是動手術前啦 在日本的話一定會就是好好說明 甚至呢 因為我以前 就是我在台灣 就13年前就是 那我先在查日本的網站 然後就日本的眼科我先查一查 然後他們呢 就是都寫 就前面一定要好好的說明 而且是甚至有一些 診所會舉辦說明會 做談會 對 先把那個患者的一些不安心 就全部都取掉 對 然後就去台灣的那個眼科看嘛 然後呢 第一次去的時候 突然是他的助理來 助理來 然後你要那個動手術 那先幫你那個檢查一下 你的那個眼膜厚度 然後就眼膜厚度之後 你的眼膜厚度是OK的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你這樣就可以馬上動手術 那你不覺得很棒嗎 可是... 對 因為我完全沒有下... 因為我完全沒有下... 對 完全沒有下... 不決心 你都是心裡不安的狀態 就是... 沒有 可是因為我過年那時候 有去雷射近視 他都有跟我說耶 而且有跟我說眼睛長怎麼樣 我會弄成怎麼樣 開的刀口是多大 難怪後來這個眼哥倒閉 沒有問題啦 現在都講得很仔細啦 我覺得是... 而且我們... 因為我老婆也有去做那個 他們講得非常仔細 他們還拿模型... 拿模型給你看耶 對... 那就不一樣了 他剛剛有一種很奇怪 過了十三年... 現在服務變得很好 其實不一樣... 好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醫療制度 真的是大家有目共睹 但我覺得希望大家不要浪費醫療 對 像今天我們都在聊 我們自己去看病 其實我們要多提到一些醫護人員 真的沒有他們 我說真的 我們很多疾病 我們也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醫護關係要好 就是多一分體諒 還有多一分就是傾聽 OK 好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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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節目會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